如意传已经播出四分之一,而对于近期官播宣布的加更,小伙伴们一片欢呼,如意传中的每人一个一个出场,本周我们已经看到了李纯饰演的未夜晚,也就是以后的另飞出登场,下周我们还会迎来一大波每人出场,李纯而如意传中,最令人期待的当然是李庆饰演的韩湘姐。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香妃娘娘,在如意传中,韩湘姐对乾隆风魅容飞,她和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撰的一样,是个冷美人,而且天生带有体香,李庆美人都会擦一些胭脂水粉来保证自己香香的,就连皇上钟爱的如意,也用沉水香来熏陶自己,而这位天生自带体香的韩湘姐,可以说是天赋一兵,光这一特制就一样。 已经让人泽泽赞叹了,况且她还生的茂眉,李庆饰演的韩湘姐,目前之后少量的图片被爆出来,但仅仅从这几张图中,我们也能看出来,这是一位怎样的美人。 李庆从花室中,我们看到,李庆身着民族服装,五步妖娆,眉眼孤傲,据说这是她跳着段舞,是为了刺杀乾隆皇帝,当然最后是没刺杀成功,皇上还原谅了她,李庆还想减轻冷孤傲,眼神中总是有些淡淡的哀愁,她和宫中的其他女人不一样,她对着皇帝总是一副冷傲的样子, 面对乾隆的圣宠,她不屑一顾,不挂皇帝如何示爱,她总是一副冷静的样子,李庆是昌昆曲出身,本身就有一种古典美人的气质,她演起这个角色,且,只太得心应手了,受心气质上就美得挑,李庆美人不仅仅是静太美,动态也是美得像一幅画,如此美丽的人,而且气质浊然,李庆饰演的香妃,美顺着, 这样,乾隆为她神魂颠倒一点不为过。